我們要看政治現實 真的不可以自己騙自己 很容易自己騙自己 但政治現實就是 香港的管治能力其實是有限的 某個程度當然受香港民間影響 但同時間不可以抹殺 都會受北京的政治最大影響 北京現在越來越強硬 這是無可否認的 過去幾年香港的政治對立 其實是將北京的開明派趕盡殺絕 北京很快就沒有開明派 北京沒有開明派的話 就只有強硬派 所以如果你現在說北京強硬到難以接受 五年之後可能 你準備移民就可以了 我們大家不要忘記 我亦都重複一次 我不是幫北京說何 但我們講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就是政治是互動的 我有時落區我說 政治就是拳打一腳踢 你打人一拳 人家踢回你一腳 是互動的 你不可以期望你打人一拳 人家不踢回你一腳 那就是說 當你香港的政治對立 這麼嚴重的時候 在北京的開明派 是沒有路走的 因為他 沒得爭論的 一出來的時候 那些強硬派 你說開明派 你多開明都沒有用 你看看 你麻煩你弄回香港的這個爛灘子 你弄不到的就是要強硬手段 那如果北京我們唯一的盟友 叫做盟友 最能幫到香港人的開明派 都日漸色微的話 你怎可以期望北京不強硬 北京強硬的話 你怎可能期望我們特區政府 不相應強硬起來呢 嗯 這是必然反應 對不起 如果你是 是 幻想著一些不同的 後果的話 你是自欺欺人的 要不你就 蠢到家人 要不你是自欺欺人 所以我覺得 未來我是不看好的 所以很多人跟我說 你要說2047 我說你傻的 你說2047真的傻的 我對不起 你說說未來五年十年好過 嗯 因為你未來五年十年 捱不過呢 2047只是一個號碼 對香港沒有影響的